一位五十多岁的千万富翁在明天去世后 学了一个十八岁的大学生 每月给十万元的人花钱 这个女孩认识了一位保险公司的客户经理 就买了一百多万的保险 一场投资失利后 千万富翁的全部资产用来抵债 回家后 嘴巴上气地告诉女孩 我不惨了 无力养你了 连你的车都被抵债了 命令人找人家了吧 女人说 你还爱我 女人说 我已经没有资格爱你了 女人说 我在保险公司买了一百多万的保险 听说不可冻结 不可抵债 寂寞使用可以贷款 我们可以用这笔钱 东西再起 明天我们就去办 之后 他就用保单贷款的将近一百万元 再短短几年后 变成了五千万 这位成功人士讲起这段经历时 就会说 我有一个傻媳妇 我本来有两筐鸡蛋 傻媳妇每天偷偷拿出两个放到别的地方 突然有一天 我的两筐鸡蛋都打碎了 他拿出了每天偷偷找上的鸡蛋 帮我又转毁了原来的两筐鸡蛋 亲 你是这样的傻媳妇吗 你希望拥有这样的傻媳妇吗 中国具有内涵的一个字是 安 安字 上面一个宝盖棚 引以为家 就是告诉男人 女人就是家 家里有一个女人 你的心里才能安宁 你才能感觉温暖 古语说 妻嫌妇 可能就是对这个记得深刻解释 女人是家里的空手 一个家庭是否幸福 平安 厚大能否成才 跟这个家庭中的女主人的情为主事 怎样对待男人 孩子 有着很大的关系 女人心生端正 乐善好心 心里善良 故为家 及子孙后代 带来无幸福的 并能家畜破短 倘若家里的女主人 心怀怒念 心为不端 不向其心 便会让家 失去安宁 不仅为己之心 还会故意家族 所以 我们女人 好女人 不忘相待 患女人 很害相待 与人打扮得 甘甘震惊 家里往往就 整整吃鞋 与人穿得 拉与拉搭 家里往往 乱七八蛋 苏情也不得好 与人 轻轻借脚 小动机缠 无视生非 家里就有 明日 机飞口飘 与人大方得体 通勤达引 展与人 财运旺盛 保佑身体健康 好女人 不是姿色 而是心色 好妻子 不是相貌 而是心貌 有德行的女子 年龄越大 越有浮相 无德行的女子 年龄越大 越有丑相 一个家 要靠着女人的 答应 经营 才能真真日上 有女人的家 才是个完整的家 有女人 家中会 孝顺不端 幸福长远 丈夫孩子 一个需要妻子 一个需要妈妈 老人穿得 整整齐齐 爱人穿得 像不像样 孩子穿得 甘甘震惊 原因是 家里有个女主人 应该说 男人 是一个家的 顶梁柱 世主心骨 而女人 便是 这个家的丰手 这个家的气数